今早上案發的現場 其實就是在深執寶的地鐵站 他們就是在一個駕駛學校的門口 就是7點多鐘 雖然未是最繁忙的時間 但是那個地方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大 其實我相信市民大眾 或者是上班的人士 當時聽到槍聲響 以至到之後知道這件事發生 都是向我表達了非常關心和關注 所以我也去信了給深水埗警方 要求他盡快交代事件 交代兩件事 一就是究竟盡快把調查的報告原因 要公佈給市民大眾知道 究竟那個程序上是怎樣 雖然我們知道過往警方有一系列的指引 但是我們相信市民都希望知道 究竟在一個市區裏面開槍 這個情況的實質原因 以至到是否符合所有的條件之下去做 這個我們希望政府是盡快 警方是可以盡快公開